阵容选的可以的 莉莉可以救下人之后打篮截 国王可以拉扯 然后还有大家可以炸火箭 所以要想打赢这套比赛 我必须得升法起来 我也要玩拉扯好吧 好这把让你们学习一下狗老六的极限拉扯 开局真飞在这边偷来了 我直接一个闪现将真飞带走 抓起之后直接绑上救星火箭 海盗来的也是挺快的 直接顶着个护盾 然后一个灰瓶砸中我 一个金币跟上 加上莉莉的冰块也是一波将我带走 什么我这边才发现原来是一个输绑的车队 输绑地底来的也看不清 怪不得绑上一个队友之后救人就这么快 不得不说是有点实力的 再一个闪现闪到了变大的真飞 行行行你变大我打不了你 你打不了你我走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又闪到了海盗 海盗身上还有个盾 你咋那么多盾呢 他喵的回头又给我一个大鼻的 我谢谢你啊 这一波老六借助隐身 直接偷袭的正在拿冰克的莉莉 这一波抓起我估计绑不到原先的火箭上去了 所以我决定就近绑 哪边火箭进绑哪边 海盗又是紧跟其后的举着金币追着我 差点被他砸中了 还好我跳了一下 一个闪现也是终于把海盗身上的盾给打掉了 好这时候国王就开始嘲讽了啊 把我打个我错了 这就是我生气的原因 这个国王是正他喵素质 就把我打死了一次 然后就都在嘲讽 还好我闭脈快啊 不然这这对估计一整局都要吵死我 话说还没到最后呢 不知道国王哪来自信 就跟他喵的一个小丑一样 真的 这种人太多了 我就不细说了 你们自己细品 实力有倒是有素质方面不敢口同 也是一波精准落地刀将海盗带走 绑上上面的火线 莉莉过来就直接被我一波反拍将其带走 好直播对面的节奏彻底大了 还是选择绑到上面的老火箭 形成一种拉扯 毕竟上下两层都给闪到 就很舒服这个地理位置 你们看从这边可以直接闪到上面 非常的歪为舒服 国王也是被我给吓走了 不敢从这个楼梯爬 这一波他们不敢救了 国王这时候想要绕一大波过去救援 我是不会让你的阴谋得逞的 看我的脚速多快 你怎么还踩脚之类啊 素质过啊 你这也不行啊 就嘲讽 这边的话就进买个火箭吧 不能浪费这个夹子呀 再整一波隐身buff 阴他们 海盗设计把国王换下来了 既然国王就下来了 那我先拉扯一下吧 不然现在绑的话很好削下来 那绑了也没多少亿 哎我跑着跑到跑到一个闪下上去了 这帮老六全都被我戏刷 让他们绕着我去玩 以我为中心 我这波三级闪没有交互掉国王 也是被国王这个老六成功捞下来了 但是问题不大好吧 看我操作 拆掉炸药桶细节留个鱼 然后再去追击 一波闪现直接将海盗带走 然后再一波闪现 闪到老火箭 坐上苗飞火箭 一打二 我还是很有自信的好吧 国王你小子给我等着 先不慌不忙 先修波墙 然后再去找一波机会 真飞踩到夹子了 我直接也是把真飞给弄死了 抓起真飞尸体 然后绑上第一波的老火箭 飞得很快 国王也是来不及救援 成功拿下这场比赛 我让你叫 我让你叫 然后开局就喜欢狗叫 逼老六拿出点实力征服 打服了没